46年前,深水埗王竹街一間地下賭檔被劫 一名幽班警長被槍殺 其中一名匪徒雖然被判死刑 但吊櫃的地方在於射殺幽班警員的子彈並不是由他發出 今集就跟大家說說1978年香港的地下賭檔劫殺案 大家好,歡迎收看日真解碼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深水埗一帶有不少地下賭檔 傳聞很多賭檔都有警員參與 有利益輸送是平常事,也就是俗稱的收客錢 由於去地下賭檔賭錢的人身上都有大量現金 一群亡命之徒就看盡機會扮成賭客進去打劫 不少人有了閒錢,都習慣到兩手碰碰運氣 1978年農曆新年之後的3月2號凌晨 深水埗王竹街86號二樓 一個臨時性的酒櫃地下賭檔非常熱鬧 這晚有多達六十多名來自五湖四海的賭客 其中還包括一名休班警長 這間地下賭檔因為經常有大不現金往來 本來保安相當嚴密 門口有俗稱天文台的同黨負責監察 如果有警員來蓋檔,或有江湖人士來搗亂 都可以及時提供消息給客人離開 正當客人是煙霧尼猛的賭檔,玩得慶高采烈之際 突然有幾個標形大汗衝進來 他們跟裡面的賭客一樣,都想發一筆幻彩 不過嚴格來說,他們不是賭錢,而是賭命 其中一人持槍,戴紅色頭盔,黑布蒙面 另一個持槍的人穿橫色西裝 其餘兩個人就手持鋒利的牛肉刀 他們首先拿預先配好的鎖匙開門闖入單位 迅速制服俗稱天文台的監察員 一下子就攻入腹地 幾名匪徒分別拔出兩支.38厚勁的手槍 和兩把牛肉刀 他們先向天花板開槍 又喝令賭客趴在地下不要出聲 然後在賭桌上授掠一批現金 在場的賭客增傷逃入廁所避難 不過賭人可能猜不到 這班賭客當中,竟然埋藏了一位休班警長 這名休班警長突然拔出配槍和賭人拼火 一槍打中其中一名匪徒的手指 之後趁機衝入廁所 期間他探頭向外望的時候,賭人開槍還擊 其中一槍擊中了他的座眼,當場死亡 他中槍之後,賭人眼見搞出人命 似乎亂了陣腳 在賭桌拿了一萬八千元現金 並搶走殉職警員身上的配槍 之後迅速奪門逃墟 遇害的休班警員叫做劉澤武 當年35歲,綽號打壞 另一個綽號為壞中氣 他在1964年加入警隊 74年升任高級探幕 先後駐守牛頭國人堂 也做過國際掃毒隊偵緝人員 駐守九龍警察總部,掃黃隊警長 他有八兄弟姐妹,包括四個哥哥和三個姐姐 劉澤武排行最小 而他父親當時已過世 母親就和大家姐在美國定居 當年有知情人士透露 劉澤武有一個老婆和一個情婦 進享齊人之福 老婆任職製醫工人 有兩名子女,住在大角咀 而情婦就是一名女警 劉澤武為人樂觀和豪爽 對博彩很有研究 事發前幾天,他贏了四萬多元 還用了萬多元買入一隻名標 對於有警員被槍殺 還被搶去配槍,警方都大為緊張 於是調動了三個主要部門 包括兇殺組,反黑組和九龍警察總部 百多名警探組成專案小組 連夜去到各個黑道活動場所搜查 案發兩個半小時後 警方突然接獲線報 一名漢奸在尖沙咀阿士里道4號 何鴻興大廈門內發現一支仇槍 警方馬上前往現場 檢獲原本屬於殉職警長劉澤武的配槍 並且發現曾經發射過兩發子彈 之後據江湖消息透露 匪徒案發之後曾經去到沙田車公廟求簽 求簽之後各自帶同黃色寧扶回市區 當警方接到線報到達沙田的時候 他們已經逃去無蹤 沒多久警方圓洪兩萬港幣緝控 劉澤武的遺相表示 劉澤武為人脾氣火爆 不排除曾經和人結怨 令人一度猜測劉澤武的死是尋仇 而不是純粹劫殺 另外亦有說法是黑幫指他撈過界 所以要指他於死地 但其後劉澤武的喪禮 以警隊榮譽儀式舉行 當時的警務處長施禮榮 亦有到場之際 顯示警方認定劉澤武是英勇殉職 而不是賭仔仇殺 劉澤武出殯當日 港九各區警署代表 有數百人出席作最後致敬 令堂相關有沉冤代說四個字 不過連日來社會上很多聲音都質疑 為何身為警長的劉澤武會出現在地下倒當 警方不得不發出聲明澄清 表示劉警長當日是負責偵查各類非法活動 而根據警察通例第21節規定 所有警務人員在任何時間遇到意外事件 而需要採取行動時都需要執行職務 所以劉警長在當日是發現場制止劫案的行為 被視為執行職務 案發當月 警方很快就拘捕了三名涉案疑犯 他們先在3月21日分別在港九兩地拘捕兩名男子 隨後再在九龍拘捕一名疑犯 3月23日警方再收到線報 去到彌敦道一棟大廈進行拘捕行動 當時凶殺組探隊 連同軍裝警員去到疑犯住所門外埋伏 趁住屋內其中一名住客外出一湧而入 在美訪將一名二十歲左右的黃姓青年拘捕 他被捕時曾企圖反抗 隨即被警員制覆 帶到客廳接受探員的查問 部分探員進入美訪搜查 最終是一個月餅盒 發現一支0.38厚勁的左輪手槍 一支強火力的0.22厚勁手槍 九發.38子彈和18發.22彈藥 而這支強火力手槍 是警方近幾年來起出最強火力的一支 在幾名被捕疑犯當中 其中一名被捕男子叫做邵敬謙 警方查到邵敬謙由邵氏單位 即是地下盜當的業主身上 騙取單位鎖匙 協助匪徒潛入地下盜當行劫 警方雖然已拘捕了四名和案件有關的涉案男子 和起出一批作案用的手槍和子彈 但案中關鍵人物仍然災逃 邵敬謙公出 當日匪徒總共有五個人 但他只認識其中一個 會稱呼他做山東仔 另外四人分別叫做何志咒 陳錫真 陳寶光 和梁監耀 警方於是除職懸洪三萬元通緝而犯歸案 由於邵敬謙只是記得山東仔的電話號碼 在探員追查之下 知道山東仔活躍於觀塘區 屬於大老輩 手下有一班人跟他吻息 探員憑著山東仔的電話號碼 得到電信公司協助 找出一連串曾經和他通過電話的人 再分開多組人馬逐一調查 之後警方果然找到山東仔其中一名 而這名手下也知道山東仔的地址 山東仔住在觀塘到牛頭角一棟堂樓 探員鎖定目標 在一晚凌晨三點出動 他們在門口聽到屋內傳出打牌的聲音 為免打噪驚蛇 他們於是藉著深夜打牌造成滋擾 有鄰居投訴噪音這個理由上門調查 要求護主開門 一開始屋內的人都不肯開門 探員也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賊人打劫倒當時有三支手槍 其中兩支屬於泰國警察所用的配槍 使用長的子彈 另外一支晴盒型 是特務慣常使用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 警方不知他們還有多少顆子彈 所以滴不動我不動 最理想的情況是等屋內的人 真是以為警員只是為了噪音而來 就不會隨便反抗 否則在困獸鬥之下 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傷亡 等了沒多久 屋內的人終於開門 探員演技十足 屋內的三男兩女都沒有反抗 其中一位叫做三哥的探員 發覺其中一名女子的坐姿極不自然 而且神情緊張 於是就叫她站起來 原來她坐著了一隻名貴手錶 這隻名貴手錶 就是當日倒當被劫的其中一件裝物 雖然找不到槍械或子彈 但這隻手錶是極有力的證據 顯示這間屋的人 和這種打劫殺人案有關 屋內的三男兩女分別是山東仔、梁監妖 和一名愛號叫肥仔的男人 而坐著名貴手錶的女人就是山東仔老婆 警方當時相信 山東仔和梁監妖確實和案件有關 而肥仔期後就證實是清白 被捕人士公出 其中一名匪徒何智宙 在犯案之後曾回到大陸的床 不過基於經濟問題 她又回到香港 警方期後收到可靠線報 報稱何智宙已經回到香港的住所 探員於是迅速行動 火速衝入屋裡 但就見不到何智宙 只是見到她的太太和小朋友 他們找遍整間屋都不見何智宙的蹤影 不過正當他們準備收隊之際 帶頭入屋的探員三哥明察秋毫 見到何智宙太太偷偷地在桌面 收棄了一雙筷子 她心中起疑 於是要求再守多一次 三哥把目光放在床下底 她見到裡面塞了十幾個箱 她一個又一個這樣移開都沒有發現 而最後一個貼在床尾的箱面積很小 一個成年人根本不可能進去 不過三哥不想放過任何一個機會 亦不會走路每一串地方 於是她順手把最後一個箱拉開 何智宙果然躲在這裡 由於她身材矮小 再加上懂少少軟骨功 所以可以貼住床尾的角落位 探員發現何智宙當時手部受傷 懷疑在案發當日和劉澤武搏貨的時候所傷 她左手指被打斷 無名字亦有受傷 其後警方證實 何智宙就是當日開槍殺死劉澤武的兇手 雖然大部分匪徒都順利落網 但要定證各人和案件有關 是一個極具困難的任務 雖然案發的時候 地下賭檔有六十多名賭客 但是賊人手發信速 加上犯論的時候曾經發生槍戰 所有賭客都趴在地 甚至不敢抬頭望 直到賊人和莊物逃去無中 他們才敢起身 所以警方在運目擊證人方面 遇到極大的阻力 所有賭客都有心無力 根本沒有把握可以認出這批匪徒 於是警方被迫用最後一招 亦是最有效的一招 就是特赦精人 在這五個人當中 山東仔最先被捕 加上他曾經爆出同黨的地址 基於種種考慮 警方選擇山東仔做特赦精人 山東仔接受條件 他可以得到警方保護 又可以減免罪責 結果在山東仔的自證之下 所有人無所遁刑 全部被判有罪 1979年2月20日 陪審團賽丁 槍殺劉澤武的何志咒謀殺罪名成立 同何志咒一同行劫賭檔的 陳寶光和梁監耀 亦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 其中梁監耀雖然只是遲到威客 並未有參與射殺劉澤武 但按當時的法律解釋 對他人生命威脅亦會被判謀殺 於是法官以例判處三人還首死刑 而被告少敬謙較早前承認誤殺和行劫罪名 被判刑八年 而其他沒有參與行劫的人 就被裁定非法藏械罪名成立 被判入獄三年 何志就陳寶光和梁監耀 其後上訴要求推翻原判 上訴停後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雖然案中被告都得到應有的下場 但這宗案仍然未完結 對於仍然在逃的沉石增 警方懸紅一萬港幣 當時來說是一個巨額的數字 並通過布社等機關進行通緝 不過直到他的同伙被判有罪 沉石增依然未有消息 他在案發之後 被警方列為十大通緝犯 他在案發一年之後的1979年4月5日再到犯案 一名在葵聰警署當席的探員 當時是大角聚一間酒樓和善人會面 突然被沉石增搶去配槍 拿到警槍的沉石增 兩個月之後再到犯案 6月22日 他駕駛客貨車和兩名同黨在尖沙咀踩線的時候 途經金巴黎道近天文台道警察的路障 被五名副警截停查車 沉石增拿不出身份證 他下車之後突然向警員開火 雙方爆發槍戰 在鬧屎搏火十九槍 其中32歲的副警梁監處福布中彈 幸好子彈只是打中他的皮帶扣 撿回條命 另外兩名副警亦都有受了輕傷 沉石增其後和兩名同黨 途至阿士甸路和阿士甸道交界 越過馬路再折停一部的士 威脅司機車他們逃走 司機見有大批警員趕到 於是下車逃走 之後沉石增和兩名同黨 沿阿士甸道途至七咸道 再折停另一輛的士 沿至七咸道方向逃走 去到惠里道和窩打路到交界 三個人下車向旺角市由街方向逃去無蹤 警務處處長探望受傷警員時表示 這宗案的匪徒被拘捕只是時間問題 警方相信沉石增是由內地逃亡來香港的黑幫人士 探員懷疑沉石增和在1975年6月至1979年8月 發生多宗磁械行劫搶奪警槍和警方駁火的案件有關 1979年8月17日凌晨6時半 被警方通緝了17個月的沉石增 在屯門河旁街美基樓六旅的單位 被近百名軍裝和便裝人員重重包圍 當警方破門強勢攻入單位的時候 沉石增已經爬出屋外的水渠 不過警方早知他有遲一著 街外射離的探射燈全部落在沉石增身上 無所遁形 一名高級警官警告沉石增 命令他放下手上的手槍 否則警方便會開槍 在多支槍的瞄準之下 沉石增嘆了一口氣 他知道如果再堅持下去 後果自會更加嚴重 於是他鬆了手上的一支左卵手槍 氣蟹投降 沉石增落網之後隨即被鎖上手扣 由大批探員壓返重案組總部接受調查 沉石增在1979年8月20日 被解上南九龍裁判處提堂 當年28歲的沉石增有名沉存行 他被控五行罪名 第一在1979年6月21日 在九龍地區意圖謀殺一名男子陳坤輝 第二在1978年3月2日 在深水埗長沙環道86號二樓 和六名男子謀殺警長劉澤武 第三同時同場 和尚述六個人打劫男子蘇家 張18000元和一隻勞力士手錶 第四在1979年8月17日 在九龍地區藏有一支 1.38厚徑手槍 第五在1979年8月17日 在九龍地區藏有三發子彈 1980年1月 沉石增表證成立 專解高等法院受審 沉石增承認行劫 藏有手槍和子彈的罪名 但就否認謀殺警長劉澤武 不過在1980年1月21日 四男三女陪審團 退庭商議七個小時後 一致裁定被告沉石增謀殺罪名成立 判處死刑 其後沉石增獲港督特赦 改判終身監禁 他在獄中信奉了基督教 並且努力進修被視為知識分子 經常閱讀英文書籍 還擔任翻譯的工作 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 在服刑24年之後 沉石增在2004年8月獲提早釋放 回到寬別多年的社會 出獄後的沉石增也重新做人 去到不同的機構做義工 徹底改過自身 今集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